但是慢慢的我们项目在那个时间可能两年三年之后 他们看到孩子的变化了 一些行为习惯卫生习惯的养成 家长呢就会主动来找我们 就是我刚才问你那个问题 你给我答案我并不满意 一年两年三年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但其实你不是有一个开拓能力的人 因为你像我们是会拉着那些雄香碧壤的校长们 到旁边的县里边或第一室的学校看 哇看这个效果 那比你把他的学生可能一两三年培养出效果 要效率高得多 你理解对对对 理解表达的完全应该是不一样的 大姐你好 你好 我特别敬重这个行善机的 谢谢 我特别敬重这个把慈善做一个职业的 我留在这呢我是当一个备胎的 谢谢 其实我们国家非常缺乏专制的慈善人才 因此呢举行网在六年前就跟五家慈善机构 就是合作 就是我们对慈善机构的帮助 我们免费给他招人 所以如果说这两位他们不留灯的话 我们下来可以接触 就是你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我可以给你推荐那些慈善机构去 他们特别需要这样的人才 你这不是备胎你这是千斤顶 对对对我觉得千斤顶 真的是很好的机构 第二轮选择虚货瘤 还有一盏灯 来我们直接进入谈前不上感情 来给职位 早安姐你好 你好 因为我们随风奔跑呢 是一家做青少年体育教育的专门的公司 我们自己的公益项目呢 是去去帮助在基层的体育老师 有效提升他的教学内容 给他更专业科学的方法 那现在我给您开放的这个岗位呢 是这个项目的这个 我只能说是项目助理 因为事实上您过去的那个经验 可能不太能够在短身的评议到我们的项目 其心是五千加 五千加 对因为这个其实在北京的 在北京 在北京的公益项目里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 好好我知道了 来 您有问题要问吗 我没问题了 谢谢 好 考虑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您的选择是 我想说谢谢 但是未来如果来云南教育局这边 我们可以联系 如果需要任何帮忙的话 好 谢谢 好 谢谢你 谢谢 早之前我想对各位奇异家还有图里老师说一句 感谢你们对我的温柔也大 我看你们晚期节目是很犀利的 谢谢你们 他刚才这句话是夸我的吗 夸你们所有的 他们都是被你温柔的话语所融化了 是因为您温柔啊 发自内心的 发自内心 发自内心的 还是那句话 我们做的不好的我们改善 谢谢 这个能够让每位求助者能找得到工作 有岗位的话不遗余力的给他 这是我们的初衷 谢谢您 好的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